如何消除老人斑? 你有老人斑吗?如果你有老人斑,你知道老人斑会随着时间变大变暗吗? 虽然老人斑是无痛的,没有任何其他症状,不过因为美容因素,许多人想消除老人斑。 今天,我们会告诉你如何用自然的方法消除老人斑。 老人斑,你需要了解的是,我们称老人斑为晒斑或干斑。 多半呈现扁平的,褐色或黑色的印记,出现在身体的各部位。 老人斑常见于脸部、脖子和手背。有些人也会出现在手臂、背部和脚部。 这些板点在50岁时开始出现,并与过度暴露与紫外线有关。 老人斑有不同的大小,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害的,但需要医生检查以排出癌症的可能性。 脸部、领部和手部变色是很常见的,尤其是中年女性。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,我们首先要讨论黑色素,这种色素能让皮肤变色。 当皮肤与太阳接触,会增加黑色素的生成,以保护皮肤内层避免受到有害紫外线的伤害。 同样的,当你使用日晒床或日晒灯一段时间,也会增加黑色素的生成。 导致老人斑出现的其他因素是慢性疾病、衰老和不良饮食。 老人斑的自然疗法。 许多人选择昂贵的,甚至可能引起疼痛的医疗或美容治疗,适助去除老人斑。 不过,你也可以利用自然的方法减少老人斑。 让我们看看怎么做。 1. 柠檬汁。 这是一种最好的老人斑去除方法。 柠檬中的柠檬酸和抗氧化剂具有天然美白剂的效果,能减少老人斑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化妆品的成分含有柠檬。 使用方法。 挤半颗柠檬的原汁,然后用棉球沾湿。 涂抹到整个脸部或患部,并静置20分钟。 然后,用冷水冲洗。 我们建议每天晚上使用这种疗法。 如果你在白天使用,柠檬酸会产生反效果,并导致更多斑点。 2. 乳清蛋白。 你可以在药妆店买到乳清蛋白。 乳清蛋白中的酸性物质可以清洁脸部,去除老人斑。 你要做的是,每天睡前先洗脸,再涂上乳清蛋白。 3. 芦荟。 芦荟是家家必备的药草,因为对皮肤非常有帮助。 它可以治愈伤口,也可以减少老人斑。 使用上也非常容易。 3. 水瓶切开芦荟精,并萃取凝胶。 清洗脸部和脖子,然后用凝胶敷脸。 使其自然前噪,不需清洗。 4. 苹果醋。 苹果醋不但能为食物带来不同风味,而且还能治疗各种皮肤问题及感染。 这种醋中的酸性成分能去除死皮细胞,让肌肤恢复活力。 苹果醋可以口肤或局部治疗。 如果选择口服,应该每天饮用。 成分。 半汤匙苹果醋,5毫升。 一杯水,250毫升。 一茶匙蜂蜜,7.5克。 制作。 将半汤匙苹果醋加入一杯水中。 混合均匀,每天早晨饮用。 如果你愿意,也可以加入一茶匙蜂蜜,使其更美味。 关于苹果醋涂抹到皮肤上的局部治疗,可加入其他容易找到的成分。 成分。 。 半汤匙苹果醋。 一颗洋葱。 半汤匙玫瑰水,5毫升。 制作。 。 剥洋葱,用盐剥和除碗碎,形成糊状物。 加入苹果醋和玫瑰水。 用温和的肥皂洗脸,然后擦前。 在老人搬处敷上面膜。 静置20分钟,然后用温水冲洗。 5毕麻油。 毕麻油在美容应用上越来越受欢迎,也可以用于减少老人斑。 非常简单,你只要把几滴毕麻精油滴在手上,并每晚再换步涂抹。 这种油能刺激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的生成,非常适合肌肤。 只要定期使用,就能将得到柔软又浅净的皮肤,而没有皱纹和老人斑。 6,高含氧水。 高含氧水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有的必备良药,也可以用来减少老年斑。 每天晚上睡觉前,用棉球沾湿膏含氧水,涂抹到脸上,不要冲洗。 尝试这些有效的自然疗法,告别老人斑。